你們贊成一個 贊成一個 不贊成 我們先聽不贊成 不贊成為何 我們這樣就要上去 因為那本來就是遇上了一個東西 然後他這邊應該會有遇上 他就沒看到他就能吃了 你為什麼不贊成 抽菸 十六年為甘 就是做了放苦幹的 都不贊成 你是不是反應的 其他人都贊成二個不落地 所以誰幫你們盜了這個 自己盜 你們下次你會盜了這個嗎 自己會盜 還是別人幫你盜 那誰盜了這個 住學校是一個沒人給你 住外面呢 如果你是大人的話 有公共管理人就只有你家就好 對不對 那其他的住老房子的人怎麼辦 你每天 如果你是雙親家庭 七點半要趕快家裡 把這個清好到你 否則你只要一個禮拜才可以盜 所以只有兩種人會非常便宜 一個是你住大樓對不對 有管理室可以幫你盜 另外一個是你家要嘛就有三大同堂 你媽媽 你家就外老在那裡 否則你走不盜 如果就台北是目前的狀況 都是雙親家庭 叫人家七人班 回家等在旁邊嗎 所以這是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你完全用間接的辦法來看 他到底就符合你 還有你這些生活的事情 都講清楚 是啊 所以你們都贊成垃圾國人嗎 是啊 好這個很翻譯 另外一個問題更簡單 你們贊成小班的小校嗎 那就是小小校 小學生 在那裡長老小 如果你有間接的辦法你看 你會不用 我知道你們離小學很久了 誰就再 我認識你們小小學 你們站在宵集嗎 他曾經被遺見 我們站在12點以後 未免18歲你不應該出去 不應該去 KTEP 不應該去 你們站著消息一下 你們很站著 你們反對的理由 做你們一個半才大意思的報告 做考試文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講試文記的觀點 不管對還是說什麼 像這種 我們在破報每個週五 每個週四有一個會議 就是編輯台會 包括我記得編輯發行報告 全部在一個台上 當我們在同意的事情 值不值得做的時候 你要說服所有人 說我要做的 然後你為什麼要做 你關你一次 當我們都統一以後 你才可以跟著 你才可以寫的報告 所以我們所有的報告 都是這樣寫的 讓你好很快 所以 因為在破報編輯台的時候 說出性的觀點 非常非常重要 我贊成就有個原因 我反對有個原因 那我贊成就有個原因 我們痛來痛過這種方式 有點幾乎 因為在試著地背 財產更多點 所以每一次都非常突然 因為你每次都要打一個架 所以起碼要跟我邊的 要跟 而且 廣告AE的看法 一定跟平靜 廣告說 不行 你這樣寫好話 快點我拉到廣告 廣告AE的看法 跟平靜不一定太一樣 我們常常會這樣吵架 是 吵架就是我們的 運作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 激發出其他的 這些的觀點 那 像我剛剛說消敬 以前我們做過一個 消敬人的報道 其實我們報道很簡單 因為我們那時候 訪問了非常多人 這個結果讓我們有點害怕 就是我們訪問了多 建宗跟美育的孩子 他們其實大部分 都贊成消敬人 你訪問太北高中的 我這樣對付的人 不太對付的事情 就是 這是我的時候 我們訪問最高級的學生 他們的反對 稍微比一般高中多一點 可是贊成的還是比較多 然後就讓我們懷疑說 難道孩子們真的贊成嗎 因為父母贊成我們 好不容易 然後他們就把 你等於把交小朋友的權利 交給政治管 交給公學日本 但是孩子也贊成了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在一起做的方法 是 我們分析同 跟記者去 收了非常多資料 我們找到幾個非常可怕的數據 台灣的犯罪率 30歲以上的男性最高 所以換句話說 12年以後 我只要讓30歲以上的男生 都不要出門的話 所有人都可以出門 對不對 對吧 因為我們的法律其實是要保 要限制加害者 不是限制受害者 對不對 所以我要限制加害者的話 我們該讓30歲當的男性 12年後都不要出門 這樣所有人都可以出門 這樣很棒 我覺得做法就是這樣說 這是第一個數據 我們那時候就提出這樣的數據 這是幹性者 第二個數據 更可怕 我們發現 18歲以下的年輕人 所受到的傷害 在家庭裡頭所受到的暴力 比出去外面所受到的傷害還要大 換句話說 你不在家裡 留越久就越危險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做了 我只提出兩個數據 然後我們那時候做了一個反弄 我覺得這個反弄就是 它 它有點階級觀念 可是沒有那麼簡單 說我們找了很多數據 你不知道把數據勘開 你就知道 我們的政府在想什麼事情 它用一個政策去巴結 中壇階級的負責的時候 它其實損失了什麼事 這其實數據都很簡單講 另外一個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 這個我不難講 因為現在破壞就越來越 劇集越來越長 這次以前我們有範本 就是 我剛剛說我們的記者是 要寫短劇 隔壁劇跟柏拉劇 然後 我們有幾個信仰 這是我們在創辦 就是如此 然後 我剛剛說過 一個事件 裡頭我們有 有幾種狀態觀點 你要試試看 那另外一個我們希望 很簡單 但是 我們覺得一定有選擇 總是有利益選擇 因為 這是裁切爾在七零代表 過一個最有名的話 他說 裁切爾說 沒有什麼利益 不要跟我談利益 英國就不需要 大量的三年主義政策 可是我們像 我們相片幫我相當 然後我們 這樣常常的DIY 我們覺得 報道者跟行動者 其實有時候 就很難說的 這個 劃分並不那麼重要 我們有時候是報道者 有時候是搞運動人 去看 怎麼想 這件事情 然後最重要是 你要成為一個 stylist 就是你寫東西 沒有這樣的style 就是 破爆也許沒有一個 固定的style 可是我會要求我們的記者 在寫稿的時候 你要非常容易 配置一個文章 就是 你要我自己的風格 就好 沒有一個破爆的風格 可是每個記者 可以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這是 同意要報道做的一個部分 另外 我剛剛都有講一個 在我們那時候 在做的時候 還有一個原則 是 那個原則很簡單 你去 可以讓理事不好參考 就是 我們去做一個 四個原則 當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能力分 我沒有辦法能力分 他 誰贊成誰反對 很簡單 誰會認為這個事情獲得利益 誰會選擇利益 就是 非常簡單的 原則 可是原則 用來檢視很多事情 他會發生效果 你在寫報導的時候 你會非常盡管 要怎麼談論的事情 可以得到清楚 然後 在管理上呢 我們有說 有一個 一個網路 重點生產 那種 需要有辦法看 更成為資訊的 HUB 這種 以前破爆 你們可能沒有機會 看什麼破爆 那些破爆是 很厚一點 然後 很多文章 資格很長 一天文章大概有八千到一萬資料 然後沒什麼看 評價很好 是沒什麼看 後來我們就改變策略 我們就做了很多listing 都是活動 那我們的策略是 很多人會因為那個活動 去拿那個破爆 前面的文章呢 為你看 一片有個賺品 我就說 我要讓人家覺得需要 他會去拿 那前面這些觀點跟文章 一般人見的可能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愛一看 只是你只要 讀不到一天 然後 覺得有一天受到影響 你就賺了 嗯 所以我們 我們當成的那個聲音 就是 我們從一個 完全是一直想要 告訴人家 我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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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角色 慢慢轉換成是 我覺得我 應該讓你覺得 你需要那個畫質 然後我才有辦法 讓我講的話 讓你聽到 這是我們 就是後來改成 女非畫質 這樣大的轉折 好 另外呢 就是這樣說 我們今天做的大概就是 人在五會有個大桌子會議 就是這種的 扣開了 就是 好 這個會議上 我做過發行廣告 編輯記者 所有人都要開那個會 我們一起討論一個題目 那第二的是 很多人都覺得 很多人覺得破壞根本就是精神分離 因為我們有一陣子會窮入是社會運動 有陣子會窮入是運動 有陣子窮入都是電動 有陣子窮入都是音樂 有人那個 有陣子窮入都是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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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對我們所有的 記者來說 我會對我們所有的記者來說 我聽說 如果你把破壞想像是一個內圈體 或者是一個平台 那你就要 創造你的機會 那種機會就是 當你越喜歡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非常熱誠 非常想做 那破壞就有可能变成一条的样子 我不知道你这样说你怎么说 就是假设我们在讨论之后 有一个人他就一直想要 他觉得性格问题对他来说 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他每一期都一直提性格线 对 一直提一次性格线 一直说服我们 所以这几期破壞全部都是性格线 我觉得这样很棒 因为他知道他搞定第一个康律 就变成他一条的样子 我们应该估计所有的都应该讲解 如果你很喜欢 你很相信睡运动对我们的重要 你说就是说服我们的运动很重要 然后我们这几期破壞就全部都是这运动 不行 如果你觉得运动很重要 那你就一直做运动 可是你要说服我们大家 你只有在同窗户下 让每一个人都觉得 他的工作跟他的喜欢的事情不是分开的 并不是被而善去做的体力 而是你本人都想做 然后你说服我们 然后我们让你做更 所以 这是我们大作的会议的核心精神 你只要争取到能做的体力 你会让你做 所以 我们最怕的状况是 如果有一个记者 他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他并没有想说的话 他 他自为给你那也可以 我们反而就做不错过 我们要底下的意思不断的想要说话 好 媒体让我们做运动 可是可以让运动发现 另外一个是我刚刚说过 只要一个人录的文章 我们就 说完词会觉得问题 我们并没有很想说而已 所以 很多人骂我 我也觉得 没错 另外一个是 很多人都觉得破壞这个 我们大臣全台湾维持最久的一个 运动发生 不管有什么 你一直 来承误他 可是我觉得 并不是因为破壞 很英明 或者是我们这群创摊的人 很聪明才创到破壞 完全不是 是因为 那个时代被你提供了一种机会 让我们 长出来 如果我们 我们第一代破壞的人 大概全部都有 玄露动的人 我们 那我们不要充电 这些人喷嚎老婆蛋 我们就参加过玄露动 我们在学校里面 就变很多汤 但是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说 这些人聚来一块 就一定会 搞出火花来 其实两个一次 所以如果要进行一个 你看文革的 分析的话 我会说 九年代后期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 我们叫做后学运时代 就是 解研了 然后 用1987的解研 对不对 1989 有8.5年 之后 学生训统以后 到三续学运以后 后面说的事情都不太一样 就是 政治上的风景 它造成了非常多文化上的可能 所以那时候 有非常多的小剧团 乐团 表演机都出来 我提醒各位讲 比如说 春那第一名是哪一名 你知道 Spring Square 1994 是 台湾地方 户外的Way Party 哪一名 1994 夜台开唱 1994 1994 台湾第一届女性戏剧节 听过吗 听过吗 听过 女前 你们应该听过 到天文台了 五年一次 还是 1994 各位懂吗 你可以讲大概1994 为什么那年是谁 不是 就是我们那些 后学运 本身 我们大概大三 比如大三宝选 然后大四 然后大五 好像很便宜 很多人知道文化公司 然后杂志 然后正常去 然后开始做文化的东西 那时候台大部分 还有一个 甜蜜蜜蜜 你知道 我也说他们搞一些 那个都是1994 以前 那些 我们那种的笑话是 成功的人 跑去当议员的助理 学一份 或当政治文物的助理 不成功的人 就跑去搞各种地下 看幕 搞戏剧 搞表演 只看 当然要看你 觉得成功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那时候就 总的就像被迷在台湾 所以 台湾最重要的 其实一些 潔津是活动来 出促乏的事 好 原因是 那时候这么多活动 可是那时候不没有一份 看幕可以支撑那些活动 都不好 例如第一届村 根本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那时候知道 只有破坏 只有那时候还有破坏 第六个青年是破坏一开始 所以我们开始独立出坎 出了那种一本一本的那种 然后我们那年的高峰提示 因为好多内容可以爆炸 所以很多朋友现在都骂我们说 为什么通话的东西都好无聊 然后我一个回答就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世界比较有趣 我们那时候你就随便爆炸 都是独家的另类的好玩 可是你现在找不到这些东西 现在找到很多人在 在师父上那边写过 在普拉克上会写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破绝症运动变成是个非常重要的起上 所以很多文化 那时候很多人都在搞刊物 就是有一个Media Bus 就是媒体爆炸 所以那时候你如果去唐山 你可以看到那种有些怪怪的孩子 他就用X光组 或者你本身不都是化 做很多San-Z那种 做很多San-Z那种 然后那时候呢 Quickle Attitude 变成是个非常fessional 就是批判是很酷的 那时候我们其实不太有点小清晰 小确信 那时候要批判 批判才是最酷的 那种 你像陈吉珍这样做的时候 一叭 然后头发一变毯子 它是很逊之 我举个例子 陈吉珍那时候 他就在Squickle Attitude 第一秒看到他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月天还没有哼舞 他就在 我们进Squickle Attitude 一个很长的路 他在旁边摆一个摊子 然后卖他自己的CD 然后唱歌 喊吉他唱歌 然后发歌词给大家 他那时候才叫清晰 你知道 那时候所有人在Squickle Attitude 唱歌的人 他会发歌词给你 然后努力要你替他再唱歌 可是现在不是 像独立的感觉丢CD给你 或者说你来后台买戏 你知道吗 他并没有跟你沟通 开始要卖他的东西 所以我是说 那时候Quickle Attitude 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状态 你好像就要反省了反省 才觉得很好 那破坏也是 因为这个文学 很像很多人的音乐体 看 就算看不懂 或是觉得很明看 你都觉得很分 又觉得很 好不好 非常fashion 好 那GPP是一个球 那时候理党是另外一个选择 因为以前政党上 并没有严选择 那时候没有公党 劳动党是要扣两下坚定的 所以那时候就 你不肯他公党 你不肯他任何党派 然后 你对党派的想法 就只有不好的部分 只有公党 所以那时候开始有民进党 民党以后 大家就会想说 我真的只有民进党 所以那时候开始有劳动党 公党 一些公党慢慢出现了 所以你开始知道政党 并不是一个 像公党那样的政治集团 他的确有时候可以 行出一件梦想 不过当你要在这时候 对的时候 他变成是一种选项 在年轻人跟老代里面 然后那时候他们说 文化跟政治的国家 各种宣传品 看出现 然后 最重要的是 文化变成是一种枫叶 我们这一代的玄移分子 我常常在批评我们这一代 就是我们这一代 有点像是六年代的 那一部五年代 就是 我们这一代是唯一一个 口袋太久有点钱 不上的富裕 那一代以前我就去买那种信口的 CD跟国外打开的范围 我开始 大学毕业 很容易找到非常不错的工作 我大学毕业就是 回到十五年前吧 就是 像我们 台湾也不是一直在吵说 台湾的薪资水平回到十五年前 就是 你们现在大学毕业的薪资 跟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其实差不多 所以我们那一代其实是第一个 第一代免移 怎么说 幽黎的 你的 配奖 就是我们看口袋有点钱 然后 工作不会太 难 所以我有很多利息 可以做自一场作戏 对 我可以搞媒体 可以搞乐团 可以拍照电影 拍这个实验的东西 我觉得会输出太大的成分 因为我可能打开 这个角色就可以做 过了 过了 过了下去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 而且文化病人是个非常爽的工业 你们看这有很多人 比如说 八年一代是鬼吃炸 是很少整个中南亚市场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台湾上面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发展 从很多数字被读出来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那时候年纪人就是个非常主要的族群 所以突然开始有一些广告 是给民进族群的族群 比如说 平安年纪人的运动品牌 然后 电影 乐团 吉他 这些东西以前是不会做建 我们应该才可以知道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哪一个杂志系都有他的历史社会条件 那他们特色的说法 所以 破坏成功并不是因为 我觉得不是一群人 好像天宗命名 然后就突然创完一个东西 不是 是这个社会条件 跟这个读导 培养了一些条件 让这些人可以有机会要找到 好的 好的 我 active 好感恩